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严禁主张 那么而且积极的评价了 他的这个进步意义 那么同时呢 我也提到了一个问题 什么呢 就是黄金斯的这个严禁主张当中啊 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这种局限性 还存在了一些不足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分析一下 他的局限性 也就是我们这次要讲的 这个第二个问题 那么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题目叫做 黄绝兹禁烟主张的局限 那么应道光皇帝这个命令啊 两江总督周天绝 在他的一个奏则当中 叫做查尽 鸦片张成哲 这个周天绝 在这个奏则当中讲 他说呢 除天下之患者 当先是天下受病之源 这是讲啊 要除弊 首先呢 要看看这个弊端的这个根源是什么 那么当时的直立总督 叫做齐善 就是人们把它称作叫做 持进派 或者投降派的头子 那么直立总督齐善 他也讲 他说天下未有不清其源 而能恶其流者 那么对于他们这段话 这段话 我们虽然不好说 这个话是绝对的正确 那么但是我们不能够不承认 他们在讲到鸦片烟的这个源和流的时候 他们这种分析 应该说它是很有道理的 那么就鸦片泛滥的这个源流 或者全局来看 那么应该说呢 以英国为首的这个范园集团 确实呢 是祸害的本源 造成亚片烟流毒的 一个根本的一个源泉 一个源头 那么中国的贩卖者 特别是吸食亚片的人 只不过呢 是一个支流 是末流 那么因此 断绝亚片的来源 应该说呢 是一个腹底抽薪的一个根本之徒 这是一个最根本的 那么众治吸食者 就像黄学兹所提出来的 众治吸食者 不过是恶流和治标的 一个辅助方法之一 它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什么这样讲 当时有人就指出来 说盖 鸦片之源 不在吸食之人 而在屯散之地 这鸦片的根本来源呢 最根本的东西 不在于吸食的人 而在于有人 是吧 聚集鸦片 算卖鸦片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可以这样考虑 或者我们试想一下 也是他们当时有些人就提出来的 说外洋之物 不流入内地 则人何从兴散 无兴散 又何从吸食 他就说 外洋的鸦片 如果不流到中国来 那么中国人怎么去变卖呢 怎么会贩卖呢 没有人贩卖 那么这些吸食鸦片的人 怎么会吸食呢 他们讲的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么正因如此 当时的山西神府 叫做申启贤 那么申启贤呢 一方面就称赞黄学兹的 这个禁言的咒书 说他是俯臣铠妾 不为无鉴 说黄学兹的禁言咒书 讲得非常好 很有鉴定 那么但是同时申起源 另外一方面 又对黄学兹 未审情事 而过用俊行 只是滞留而不成源 对黄学兹的这个办法 又表示出非常的可惜 那么实际上 我们想 要想在全社会 禁绝鸦片 那么至少应该采取 断源和恶流 来并举并重 那么也就是说 只有源流并至 双管齐下 相辅相成 那么才能够收到 一个事半功倍 相得益彰的 这么一个好的效果 那么山东有一个巡俗 叫做金额部 这是一个满洲人 满洲人 那金额部这讲 他说呢 唯正之道 体由治水 什么意思呢 就说治理国家 治国理政 就像治水患一样 说唯正之道 体由治水 怎么治呢 欲恶其流 当塞其源 要用治理水患 就必须从根源上 来治理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那么当时 互里湖北巡抚 叫做张岳松 那么张岳松呢 也曾经明确的指出来 他说 修内进者 当以言 西石为先 与外来者 仍以言海口为要 那么张岳松 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说 如果就国内的 行政管理方面而言 就国家的那边而言 自然呢 是应该呢 以严惩 西石者为主 重着西石者 他说 但是呢 不能够因此 而放松 对于外国 亚片烟这个来源的 这种杜绝 或者恶绝 就说呢 对外 是吧 还是要严查海口 杜绝亚片的来源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有很多的 地方的总督巡抚将军 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吉林将军 叫做祥康 那么他也提出来 他说呢 禁绝亚片 应先塞其源 复绝其流 所以说 祥康也是提出来 禁绝亚片 要采取 源流并治的办法 那就说 反对 是吧 治本源于不顾 只治 支流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办法 是吧 也不可能 就这个上述官员 是吧 他们这些说法 就他们一些内心的真实想法 那么进行论说 是吧 我们也没有办法猜想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统治阶级的一些本质 是吧 复求的本质 那么我们如果说 是就是论事 或者说呢 就是来论理 那么我个人认为啊 新政府上述官员的这些主张 应该说呢 还是有他们的一些见地的 或者他们的这些主张呢 应该说 还是正确的 我们如果仔细的啊 来揣摩一下啊 研究一下 黄决兹啊 进言的这个具体办法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呢 黄决兹提出来的 仅仅仅仲治期时者 而至海口的检查 禁止于不问 于不顾 仅仅希望 置其流而源可清的这种做法 就是黄决兹 对于海口输入鸦片问题 不许过问 不许检查 仅仅希望什么呢 置其流 它的源 源头就可以清 这种做法 那么我们认为 未免犯有一种 众流而清源 舍本而诸墨的这么一种错误 或者说呢 它是违反了势力 违反了事物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发展规律 具有它的见面性 那么这个当时 既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严禁派 对吧 也不是迟禁派的贵族巡抚 叫做贺昌龄 那么这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那么贺昌龄 在议论黄军兹禁言主张和办法的时候 他就讲 他说黄军兹啊 其律患甚深 其律患甚深 就是他考虑这个祸患呢 考虑得非常深刻 其律患甚深 其迟论甚深 可惜而稀奇 未审于势力也 那么贺昌龄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说黄军兹这个禁言主张 是违背事物的一个根本规律 违背势力 山东的巡抚 那么他也讲 他说呢 图言成实言之人 由非正本清源之道 那么金额部 所讲的这段话 那么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讲啊 黄军兹这个禁言这个主张啊 是违反了势力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看贺昌龄啊 他有个什么说法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历代封建统治者 他们在考虑内忧和外患的时候 一般的讲 或者大多数 都是讲什么呢 都是提倡 提倡呢 攘外必先安倍 那么这个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那么但是贺昌龄 在讨论到 或者在论述到 国内的老百姓吸食亚片 和外国向中国输入亚片 这个关系的时候 贺昌龄呢 可以说是一反常态 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命题 什么命题呢 贺昌龄讲 他说呢 安内必先攘外 而不是攘外必先安内 他认为啊 安内必先攘外 未有故防其万 而自扰其内得 就是和 攘外必先安内 正好相反 他提出来了 是安内必先攘外 提出这个相反的命题 那么这个命题 就禁绝鸦片而言 我个人认为呢 也是正确的 同时也是必要的 那么当时清政府内部 有不少人主张 严禁鸦片 那么他们认为啊 黄金斯 以此来论诚 叙使者 这个办法 是很难实行的 就这些人呢 他们也主张严禁鸦片 但是他们认为 黄金斯所提出来的 以此来 惩处 叙使者的这个办法 没有办法实行 或者实行起来呢 有很多困难 那么他们提出来的 这个理由 主要是两点 那么第一点 叫做量行施衡 量行施衡 那么他们是这样讲的 他们说 立法贵乎平行 而逞恶在于诸首 那么他们讲 只有慎行民法 方能张信赵民 什么意思 他们是这样讲 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说清政府啊 应该根据不同的人 在鸦片犯完过程当中 所造成的 不同的危害程度 而对他们 施以不同的这种罪罚 根据他犯罪的程度 来给他定罪 他认为只有这样 才能够量行准确 才能够真正的取信于民 取得预期的效果 那么接着 他们就这个问题 做了些具体的分析 他们说 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边境口岸 海口 是吧 向中国偷运鸦片的人 大量向海外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流失 白银的人 说这些人呢 乃害国者也 是害国家的 那么在全国各地 贩卖鸦片烟 开设鸦片烟馆的人 是害人者也 是害其他人的 而吸食鸦片的 吸食鸦片的人 害己者也 是害自己的 那么他的讲 说根据这三种人 他这个犯罪情节 是吧 来考虑 那么很明显 害国者最重 害人赐之 害己则轻矣 就是看看这个最重啊 这个罪过啊 哪个更重 哪个更轻 他认为害国者是最重 害人的是赐之 害己的 那么这比较轻 那么他们讲 说吸食鸦片的人 他对于国家和社会的 危害程度 非常巧 只是害己而已 他说因此呢 根据这个情况来考虑 对于吸食鸦片的人 是不应该处于死罪的 那么他就提出了一个疑问 他说假如吸食鸦片的人 他的罪很轻 是吧 以利于死 已经把他杀了 重者又何以处之 是吧 吸食鸦片的人 罪比较轻 都要杀头 那么害人的 害国的 这个重罪的人 你怎么处理他呢 怎么处罚呢 就没有一个 这个等次的一个差别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贵州巡抚贺唐林 他也讲 他说呢 论罪 必须横行 这一个人治罪 首先要考虑 他的犯罪的情谊的 情节的这个轻重 他说呢 吸食鸦片的人 非有凶暴 害人之心 亦无狂 亦无狂妄 背语之事 说这些人呢 并没有害到其他人 也没有反弹国家 只不过呢 像酒色过渡 像有些人 酒色过渡 自强屈命而 就是酒色过渡 自己伤及自己的身体 说对于这些人 与杀人同磕 就像杀人那一样 一样的治罪 一样的处死 无乃过当 说这个呢 有点过分了 不够恰当 那么这是当时 有些人呢 对黄学兹提出来 以死论处 吸食鸦片的人 提合一个反对意见 很难实行 那么第一点 就是量性失衡 那么新政府内部 不少人 认为黄金斯提出来的 以死来惩处 吸食者的办法 难以实行的第二个理由 叫做法难治重 那么毫无疑问 治乱事 应该用重点 那么只有这样 才能够震荣发退 那么这一点呢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人们应该说 都会统一的是有共识的 但是 就禁止鸦片 这个问题而言 采取一些重点言行 用重点 只能够实行于 这个鸦片呢 还没有严重的泛滥的时候 而不可行于 这是他们的原话 而不可行于 毒变天下之后 流毒已经变天下了 这个不行 说 治乱是用重点 重置西石的 只可行之于官 而不可便行之于民 为什么 他们讲说 原因很简单 什么原因呢 他说当时啊 中国西石鸦片的人 沾染这个恶习的人 人数很多 基地已久 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那么在一年的期限之内 能不能够 切切实实的达到一种 火烈民味的效果 火烈民味 就是说火很烫 能够伤人 是吧 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畏惧感 说一年之内 能不能够收到火烈民味的这种效果 能够达到 西石鸦片的人 十个人 有八九个人 都借出鸦片了 能不能取得这个效果 应该说呢 是很难来揣测 他们也认为啊 未必却有把握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这样想 就是在清正府所规定的 这个期限之内 那么西石者 真的能够因为刑法的火烈 对吧 而产生畏惧感 他借出了鸦片 那么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 再好不过了 那么但是这个人呢 他又有一种这种 惰性 这什么呢 他往往存在了一种侥幸心理 这个期限是一年 期限没有到的时候 是吧 还没有对他进行惩罚的时候 他有什么呢 一存观望 是吧 那么这个亚生颖上来之后 他就要惜 那么想呢 以后到时候我再借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一年也好 一年半也好 转瞬就过 转瞬时间就到了 那么这些人 到那时候还没有 借出西石雅天这个嗜好 那么怎么办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如果是执法 则含生异诏 诸之不可胜诸 说执法则含生异诏 诸之不可胜诸 那么如果说 因为西石雅天的人 人数很多 废法则招令西改 欲起义士之心 转无挽救之日 是两师之道理 那你说什么呢 说如果到了时候 你认真执法 那么很多人没有借出雅天 这人呢 要杀很多人 诸之 是吧 这个不可胜诸 那么如果 因为人数多 你不再严格执法了 是吧 那一个法律 就没有一种威慑力量 是吧 就失去了人们的一种 对法律的一种信任 法律的尊严都没有 但是到了时候 即使清正府的各级官员 都能够认真执法 对于稀释鸦片的人 不加以姑息 有贩必货 有货必成 但是还会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说因为鸦片之源未清 则稀释之流 必不能塞 也就是说呢 鸦片的根源没有治理 是吧 还会不断地滋生出 新的稀释鸦片的人 那么这些封键官员 就总结以往